大家好 你大妹哥来了 今天是2023年11月22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本周末日本职业赛名单它又更新 昨天没有加上去的核局线 今天已经进行了更新 这次的核局线将会成为冠军的热门人选 截止到目前只有一名选手 拿到2024年男子健体奥赛资格 他就是核局线 所以这次日本职业赛 惊夺会非常激烈 这次职业赛没有古典项目 那从古典项目来说 2024年奥赛资格 那目前只有陈康一个人 看了一下女子比基尼项目的名单 也进行了更新 又加了一名中国大将 她的名字叫王丽玲 赵东和王丽玲这两名选手 还不是说很熟悉 运动员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 而我非常看好 特别喜欢的魏佳琪 根据粉丝和观众的消息 她的签证有点问题 这次日本职业赛 我们有点遗憾 不能看到魏佳琪的表现 目前拿到明年奥赛资格 目前有三位 两位参加今年的日本职业赛 分别是陈欣怡和徐缠瑜 李佳琪会转战12月初的台湾职业赛 使你当美哥知道这个选手 也是从日本职业赛上 看到这个选手 你知道我是什么反应 我眼前是一惊啊 这次女子项目争夺也是非常激烈 但是呢 这次有一名大将 这两名中国已经拿到资格的选手 还有一名来自美国的 可以说是重磅人物 这姐妹今年奥赛取得了第三 那她是谁呢 就是站在右二的艾什利 这可是前奥赛三届 连续比基尼冠军 这可是比基尼的创始老人 这可不是开玩笑上周末 直接在这个肖雷啊 职业赛又拿到了 直接冠军 她要出现 那大家都会咯噔一下 这下完了 那冠军肯定是她呀 那么她是连续三届 奥赛比基尼冠军 也是创始型的人 再回看一下 阿什利今年在奥赛上的表现 看你怎么有轮策呀 我的徒弟她又说话了 那目前来说 奥赛连续几节冠军有几个人 克里斯咱们就不用说了吧 配合的之前是三届 电体布兰登也是三届 但是被Ean Bank打破 还有一个三届是谁吗 在女子项目 就是这次的 Wellness级别的马涛 马涛你别说啊 虽然身材并不高 但是呢身材形体非常好 小姑娘你别说啊 曾几个孩子姿母她吗 然后呢就变成了 这兴趣爱好进行建设 想到这一发不可收拾 成为了职业 加上自己 她真有天赋 成了巴西Wellness第一人 说她是三届 还有没有更多的 还有个四届 谁呀就是女子奥林匹 小姐谁呀 安竹啊安竹 竹肖恩啊 她长得又非常喜性 又非常女人啊 长得又非常可人啊 是身上肌肉又非常发达 得到了共多观众 和裁判的欢喜一样 老散连续拿冠军 虽然那是以前的事 但是现在我发现 还有一些趋势 你说安竹是四届 还有没有更多的 我跟你说 现在还有一个 她的名字就是七届 这姐们是谁 这姐们就是七届的 figure冠军啊 悉尼啊 从2017年这个悉尼啊 这个大将 可以说一直干到 每年都没有失守过 连续七届赶上菲尔西斯 可以说是女版的菲尔西斯 如果你是她的徒弟 被她调教过 我跟你说 你的成绩应该不会很差 目前Velness这个项目 唯一拿到奥赛资格的 中国选手 就是莉莉董 董莉莉 董莉莉 董莉莉挺入了前十四 取得了第十四 你想想 参加奥赛这个运动员 都是头牌大将 所以竞争是非常激励 董莉莉作为亚洲人 这种体型 能够进入前十四 已经非常不易 简单的说 能够站在台上 也已经非常不易 目前董莉莉已经回国 正在中国进行培训 董莉莉二三年 打美国职业赛的话 两场冠军连续 所以说美国本地赛 对她来说 已经不成问题 目前传统项目这边 目前还没有人拿到奥赛资 而这次日本职业赛 冠军大热媒 就是严守明 严守明三加 这意大利职业赛 取得前四 在欧洲职业赛 成绩也不俗 在捷克职业赛 也是首轮前 目前来看 还没有一个大将成绩 比严守明好 你就别跟我说 德国罗曼了 这次史丽文和泰勒在 你放心 德国罗曼成绩 肯定比严守明要差 所以说严守明 目前两个字 咱保守一点 两个字什么 稳了 上个星期在菲律宾 有一场HGP 拿场 HGP这个赛事 是韩国一个知名的系列赛事 最后工作人员合影 我们也看到韩国的几个裁判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那么目前韩国HGP赛事 有往外发展的区 HGP赛事 以前的工作人员 大家有点眼熟 左边这个短发青年 这不就是上上星期 韩国Monstein Pro 取得独点冠军的他 右边小眼睛他 这不是就韩国的 这哥们上了两次奥赛 就是他 没有想到 当年的工作人员 现在已经成了健美冠军 他社交号的名字 Fame92 那92应该是92年 那92年 现在2023年 那他就是应该是31岁 31岁拿到2024年奥赛 资格我觉得还是挺不错 但是我仔细看他 老觉得他长得像一个人 他像我哥们中国著名的动作影星 同时也是一位健美选手 他就叫星刚 你看看两个人是不是长得有点差不多 特别是那个眼睛和眉毛 接下来在哥伦比亚 你知道上周末还有一场比赛 德国我们知道出了几个古典人物 德国大怪物马口斯 不用说了 这个奇迹熊也不用说 还有一个德国坏小子 就是他 哥们今天奥赛取得地板 这次奥赛之后来到哥伦比亚 这来了一个冠军 拿到2024年奥赛资格 小哥们2019年 罗马尼亚直接破旧名 贝里大白哥这是注意的 怎么有点结巴 是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不是更年期 奥赛来说 今年坏小的迈克表现一般 这次在哥伦比亚 可能稍微好一点 特别腿部 我还是非常喜欢 干度包括光线 我觉得都比奥赛好 取得冠军 我一点都不意外 这场比赛开始 就一个争论 什么争论 就是背板 LED背板 光线太奇 再加上打了一个 和肤色相同的红色 差不多油的颜色 那么基本上 对比看不出来 有一些专业人士 就抱怨说 能不能用黑背景 不要用这种LED大屏幕 如果你把背景去掉 换成黑背景来说 确实看的还是比较轻 所以瘦来说 那就没有精彩之处了 美国他把健美比赛 都称为什么 这个瘦 这个瘦 比赛的性质 又表演的性质 如果你都是一个大黑块 那你说这个整个 就不吸引人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下下周马上举行的 FB Pro 台湾Pro这场大赛 这场大赛可以说 年底圣诞前夜的收官之作 有比基尼男子 剑体 还有古典 这次主裁呢 实际上大教练指定文的 11月25号 人就在日本 但是呢 并没有来这个台湾 FB Pro 职业裁判 泰勒和他媳妇呢 人也不过来 这次的主裁呢 就是另5名裁判 我们看到的 耳熟能详的 又一又二 都是韩国的老舰 主裁呢 平时在美国职业赛 我们应该也会看到 日本的一名老裁判 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位 曾经也是做裁判助理的工作 也没有想到 台湾这次职业大赛 他俩当运动员的身份 也会参加 这两个人 首先左边刚刚取得 Montor Zipro冠军 右边这个 美国今年的 德克萨斯普 同时也是两届奥赛选手 那么队友一个人冲冠 场上的巨大威胁 他就是刘强 本来还想着刘强 努瓦利这次职业赛冲 如果他俩同时站在台上 那难度还是非常大 而这次当代 马来西亚健美第一人 张国华也会参加这场比赛 所以说这四名选手 在国华加上刘强 再加上韩国这两个选手 实际上还有两名韩国选手 一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恶战 从刘强Montor Zipro的状态来说 他能不能战胜这两位 韩国选手 就是两个字 刘强的状态 其他的我都不太担心 韩国选手目前整体的趋势 就是腿部做得好 第二个状态做得好 第三个干度非常干 我相信如果刘强在干度 能上去一点 这个我觉得还能够有信 抛开这个冠军不说 他至少前三 但是关键是Montor Zipro 他已经取得了一个第三了 在场上最后什么结果 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Montor Zipro台湾的拿卡环节 一些年轻耳熟能详的小径 也准备出 比如像经常和你大美哥互动的 这个林蒙谦小朋友 当时我记得一场比赛在台湾 他的站在和肌肉文青 站在一起肌肉文青 这次也准备参加拿卡环节 人的肌肉形态在场上都还不错 所以我还是希望两个人加油 能够在这次的比赛拿卡环节 拿到职业卡 而本周末在日本职业赛 拿卡环节人数很多 比如像我非常看好的 香港舰体188 这次他师父带队 他师父是谁呢 你别看他不起眼 他的名字叫永豪 永豪手下的徒弟很多 那这次职业赛 那个大臣就是他下边的徒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何居现眼的徒弟 永豪你知道长得像谁吗 长得有点像香港动作明星 梁小龙 你大美哥40岁的时候 80年代看这个武打片 叫什么叫陈真 时间来说日本职业赛 和台湾职业赛前后角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连续参赛 这次大麦森呢 也会参加日本拿卡环节 目前状态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可 这次呢 因为日本职业赛太乐在 所以说呢 在短裤 还有这个腿部的尺寸上 一定要下下点攻 上下肢要平衡一点 在场上的细节分离度 一定要出来 大麦森这个胸肌呢 在场上一定要 给他表演出的这个饱满 这样的拿卡机会会大很多 其他的很多选手啊 很多选手我都叫不上名 而对了 这次的健美大叔韩俊朗 也会参加日本拿卡环节 之前参加过传统 后来参加过了古典 我个人感觉 Limit上去之后呢 古典呢 还是打古典 可是上三后半城呢 韩俊朗找了这个 韩国知名教练B2 这次在日本拿卡赛 韩俊朗会给大家 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感觉在台上 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这里呢 我也祝参加日本拿卡赛 的各位选手啊 两个字啥好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咱不要紧 分享关注和点赞 怎么着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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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